辽宁省教育厅透露,近三年来,我省推进高等学校布局结构调整和学科专业优化,全省高校超前布局紧缺专业245个,其中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、机器人工程、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等产业急需的本科专业66个,停招撤销过剩专业202个。 沈阳交警表示,截至目前,沈阳已设置公交专用车道85条,主要分布在崇山路、文化路、南京街、黄河大街等全是主要街路的部分路段,总里程增加到506.4公里。 公交专用导向车道交叉口285处,借用专用道要看准时间,看清标线。